第六百四十四张掀桌子 十月五号凌晨五点 太一门和五行盟两大官方论坛炸锅了 两条帖子飙红置顶 一条是京城总部账号的发文 兵主教大举进攻京城 京城周边分部的长老 高级执事 火速驰援 第二条是松海分部发的公告 以蔡秦赫为首的利益集团 勾结南派和暗夜玫瑰 又杀原始天尊 算计盟主 犯罪事实败露后 暴力拘捕 已被诛杀 后续调查将会继续 请大家关注论坛 特赐公告父亲娘 两件事 都是审判会的后续 其实已经有人预感到 原始天尊回归临近这件事 会引发一系列不好的余波 但没想到闹得这么大 很显然 兵主教抓住五行盟内部动荡的机会 趁机对京城发起了进攻 想进一步削弱官方的实力 自五行盟成立以来 也就当初浩大喜功 给修罗来了一发和平危机时 官方被修罗堵过家门口 之后的二十年 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 这预发凸显出 石老统治下的五行盟 在渐渐走向衰败 勾心斗角 枪害人才 遭受反噬 内耗严重 这才让邪恶组织抓到了机会 腐朽的组织必将走向灭亡 五行盟已经不再是当初五行盟 活该 石老不配统治手续阵营 这类评论在帖子里层出不穷 尽管很快就被删除 发布相应言论的账号也被禁言 但评论区在没有当初同仇敌忾的氛围 很多人都对总部失去了信心 甚至认为 兵主教的行动是在帮助五行盟浴火重生 反正被攻击的是京城 而松海分布发的通告 则让那些对五行盟失望透顶的基层行者 看到了一线希望 五行盟高层 并不是所有人都屈服在石老的威慑之下 在总部做出自毁根基的行为时 是由手续强者站出来反抗的 一时间 钱公子支持率暴涨 俨然成了中低层行者眼中的光 风铃山遍布阳光房的建筑群 某座由玻璃和钢铁支架建起的 占地面积超过两亩的阳光房里 座椅家具电器设备一应俱全 在这样的环境里办公 庞扶身处大自然 摆放在花丛间的办公桌后 一道人影无声无息地出现 儒雅温和的老者外表 双脚却是不停蠕动的根须 牢牢扎入地里 头发是一根根指头粗的黑蛇 丝丝土性 水草般摆动 正是妙长老 它的气息有些衰弱 头上的黑蛇大部分断裂 树根和身躯遍布火焰灼伤的痕迹 啪 包括另外八位 都受了颇为严重的伤势 审判会闹出的一系列风波 让江帮主勃然大怒 这位半神一人单挑酒味 巅峰主宰 把妙长老在内的酒佬打成重伤 万幸没出人命 好在江帮主的第一波怒火已经过去 伙食就是这样 只要你能抗住他们的第一波怒火 便可徐徐徒之 作为主谋的蔡秦赫 已经被原始天尊送回临近 而酒佬只是按规矩办事 从纪律上来说 没错 从律法上来说 同样没错 原始天尊杀害官方长老是事实 勾结邪恶职业也是事实 至于诱杀这件事 你和邪恶职业勾结 还怪人家诱杀 人家用规则玩死你 能怪谁 因此将帮主发泄完怒火后 即便再恼火再不情愿 这件事差不多也结束了 盟主们还得让他们负责收尾 庙长老张口轻轻一息 周遭的植物速速抖动 嫩绿的枝叶溢散出光雾状的绿滑 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口腔 衰弱的气息迅速强盛 呼庙长老心满意足的吐息 这个时候 他才将目光投向桌上的录音笔 那是长子云中子留给他的 同常有时又找不到人的情况下 就会留一支录音笔 庙长老抓起录音笔 按下剑帽 父亲 出了些状况 两件事 第一件事 兵主教的天王进攻京城 除恐惧之外 倾巢而出 第二件事 父亲羊回归现实 杀光了蔡家嫡系庙长老 毛子一尘 京城 浓雾笼罩中 蛊惑之妖和五行盟 太一门的战斗 发生在大街小巷 公园 小区 乃至居民楼 信号中断 停水停电 一些被枪声 战斗惊醒的居民们 躲在房间里 战战兢兢 胆大的出门查看 都死在外头了 手续和邪恶双方的 林进行者 道德值快速下跌 林进红线的官方行者 只能无奈退场 反观兵主教的蛊惑之妖 就要凶残很多 杀红眼之后 便不管道德值了 索性放开手脚厮杀 手续行者和普通人 一律杀无赦 他们甚至利用被林进通缉 暴露坐标的同伴 急助大雾遮掩 反向埋伏官方行者 这时 所有存活的蛊惑之妖耳畔 响起恐惧天王的声音 老家伙们回归了 撤退 中午十一点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 九老沉默地坐在会议桌两侧 大长老地红的秘书 站在自家领导身旁 手里捧着文件夹 汇报着 据统计 长老牺牲人数四人 胜者三十六人 超凡七十五人 击毙兵主教 物主十二人 蛊惑之妖 四十七人 普通居民伤亡结果还没出来 初步估算 会超过一千人 政府对昨晚的灾难非常愤怒 希望五行盟能对此事负责 并给出报复兵主教的方案 顿了顿 李秘书道 傅清阳昨夜袭击了千鸟狐 除个别在外的蔡家嫡系 愚者 包括四位长老 都已经确认死亡 此外 他在论坛擅自发布给蔡家定罪的帖子 论坛遭受黑客攻击 瘫痪了一晚 今早十点才恢复 已经删除了松海分不发的帖子 汇报完毕 他轻轻合上文件夹 退到一旁 大长老地红望向会议桌两侧的八位巅峰主宰 叹了口气 诸位 有何感想 这是五行盟成立以来 最严重的邻近行者冲突事件 造成的破坏 社会影响 财产损失 五行盟形象损失 难以估量 将帮主的怒火 让事态失控了水神宫大长老 冷哼一声 他们如果在京城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兵主教的天王赶来 除了恐惧天王 剩下的都得死 审判会这步棋 走岔了剑阁长老 微微摇头 他自己被人玩死 怪谁 赤火帮的大长老 哀其不幸 又恨其不争 他指的是原始天尊 权力攀登的过程中 免不了刀光剑影和尔虞我诈 不是你站住道理 你心地善良 别人就一定会给你让路 权力斗争失败 被杀了 只能说城王败口 剑阁长老扫过众人 洞察出他们多少 是有些后悔的 只不过到了他们这个位置 后悔也不会说出来 更没必要说 这时 李秘书看一眼 摆在桌上的笔记本 道 打断一下 领导们 父亲羊请求连线他 白虎兵重的另一位长老 气笑了 擅自杀害蔡家嫡系 眼里没有纪律 没有组织 他还敢来 他是不是什么罪过 元帅都能替他挡下来 九老和蔡秦赫 虽有权力斗争 但毕竟是数十年 乃至一个世纪的交情 本质是同气连之的 父亲羊杀光蔡家嫡系 没人不生气 地红白白手 既然来了 那他的问题就一并处理 让他进来天花板上的投影仪 探头伸出 打出银蓝色的光束 光束中 出现一身雪白西装的父亲羊 面色冷俊 如同世间最冷的剑 他环顾桌边的九老们 眼神更冷了 地红尘声道 父亲羊 你是来给自己杀蔡秦赫后人的行为 披上正义的伪装 还是打算用平息基层成员的怒火 挽回总部的威望来做交换 逃避死罪 父亲羊很擅长操纵舆论和政治谈判 这点他们早已见识过 水神宫大长老与其阴沉 你在论坛发的帖子 摆明了是想把罪责推到蔡家头上 以为这样就能挽回官方损失了 可笑 这最多让基层感到痛快 实则没有半点用处 而你杀了足足四位长老 造成的损失仅次于兵主教 你准备好接受审判吧 你们还敢审判我 我不建议效仿原始天尊 父亲羊开口的第一话 让九老吃了一惊 这个接骨眼 审判自然是不会的 过于敏感 水神宫大长老只是口头震慑 其料父亲羊的反应 超出了所有人预料 这不是来谈判的 父亲羊声音冷漠 蔡家已经在五行蒙除名 原始的仇报了 可我觉得不够 你们九个是帮凶 礼当付出代价 我不是找你们谈判的 我是来掀桌子的 说到最后一句时 他宛如圣怒的狮子 编号 7606号临近 袁帅的书房 穿着黑色马裤 军靴和白衬衫的袁帅 坐在白满小说 漫画书的书桌后 目光锐利地扫过四位盟主 他们分别是赤红短发 一身草莽气息的江帮主 穿着花旦细服的水神公公主 一尊老者形象 长须吉凶的泥人 一株散发柔和绿光的树苗 我不跟你们废话 原始天尊审判会的事 不用我赘述了吧 傅清轩冷冷的 原始天尊的死亡 让基层干部 成员对五行蒙丧射信任 也暴露出了五行蒙内部很多问题 石老的权力过大了 要消 将帮主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怎么样 稍等 傅清轩从裤兜里 摸出弟弟写的小纸条 照住念 一成立一个司法部门 专门负责审判犯错的官方行者 石老无权干涉审判结果 二 把调查部门独立出来 赋予他监督权 财政权 以后 石老只管行政 以前总部拥有至高的权力 司法 立法 行政都集中在总部 集中在十个人手里 石老瓜分了整个五行蒙 但现在 权力打散重组 再也不会一群人 同时掌握那些至高的权力 水神公主促眉道 胡闹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可以 那我会宣布退出五行蒙 把白虎兵重独立出去 傅清轩不愧是 赤厚 潜脆利索的贴脸 水神公主笑了笑 丫头 你可不是第一任元帅 你看白虎兵重里 有谁会跟你走 傅清轩冷冷道 那些退出五行蒙的人 会跟我走 那些对五行蒙失望的人 会跟我走 我刚才说了 基层现在对五行蒙失望 透顶 傅清阳和我人气都还不错 他振臂一呼 顺应大势 你们猜猜多少人会跟他走 他环顾四位拜神 到 开会之前 我已经见过 我已经见过政府领导 他们也认为这场动乱 是五行蒙内部权力过于集中造成 对他们来说 临近行者的官方组织已经有两个了 再多一个 差别不大 甚至会更好 因为权力更加分散 中庭之主 叹息一声 傅清轩 你忘记五行蒙组建的原因了吗 正是因为光明罗盘预言的现实 让五行蒙拧成了一股绳 手续阵营的势力才空前高涨 压过了本该更强的邪恶职业 傅清轩耸耸肩 决定权在你们 如果连削弱总部 你们都不同意 那你们都摆烂了 我也跟住摆烂中庭之主 皱皱眉 摆烂是什么意思 没事多看漫画 傅清轩吃笑道 沉默了大概十几秒 将帮主点点头 那就这么办 我觉得不错 他刚才一直没说话 是在思考傅清轩的提议 想了半天 觉得卧槽 真是个好办法 这比殴打一顿九佬更有效 中庭之主 思索几秒 微微点头 树苗轻轻摇晃 传来温和的声音 你们决定 我都无所谓傅清轩 当即看向水神公主 少数服从多数 你同不同意 都无所谓了会议室内 九佬纷纷皱眉 傅清阳给他们的印象是 睿智 冷静 孤傲 游任有余中透着奸诈 是个不容小觑的政治对手 政治高手就该运筹帷幄 永远不让情绪压过理智 没想到原始天尊的死 让这个少年老成的政客 如此失态 掀桌子 庙长老平静地看住他 傅清阳 你还没这个资格 傅清阳此时已经收敛情绪 冷冷一笑 我没有资格 但原帅有 话音落下 九位巅峰长老耳畔 同时响起自家盟主的传音 自今日起 司法权从总部剥离 成立单独的司法部门 调查部门从总部脱离 享有监督权 财政权 总部以后主管行政 司法部门和调查部门的组建 仍是任命 由傅清阳主导 而等协助会议室 瞬间陷入死寂 九位巅峰主宰 庞扶中了定身咒 僵硬地坐在桌边 失去了所有的表情和情绪 傅清阳身子微微前倾 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 声音冷淡 害死原始天尊 你们就输了一半 兵主教进攻京城 你们满盘皆输 你们以为我在论坛发帖子 杀蔡秦赫嫡系 单纯是为了泄愤 不 我是在拉选票 元帅已经见过政府领导 获得成立第三个官方组织的许可 而我的人气又足够高 五行盟如果不想分裂 盟主们就必须接受我的条件 你们十个老家伙烂透了 如果不是为了手续的底盘 我恨不得杀光你们 原始昨日没有杀你们 不是你们不该死 而是他即便走投无路 也不愿意手续阵营崩盘 赴青阳最后开向庙长王 庙长王 当日我告诉过你 上位者的傲慢 是混乱的摇篮 是秩序的毒药 是世间一切的恶的根源 可你似乎没有放在心上 迎蓝色光束一闪 他消失在会议室里 第645章三人密谋 尊敬地挑战高峰长老 在经历审判会带来的一系列动荡后 盟主们认识到史老的利益争斗 只会给五行盟带来无穷的灾难 痛定思痛后 他们决定削弱总部的权力 单独成立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 两个部门的组建 由本人一手负责 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淳朴真挚 忠厚正直 在此 本人父亲阳诚挚地邀请您 重返五行盟 担任司法部闪判长 尊敬的老人鱼狗长老 您在审判会上的激昂文字 令晚辈钦佩 您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前辈 原始回归临近后的事态发展 想必您已知晓 某个伟人说过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月 时老之于我等 便是雄关漫道 如今 我已迈过险关 抓住了改革的机会 这是原始为我创造的机会 但我并不开心 私人已逝 徒流满地垃圾 言归正传 我已经向高峰长老 发出邀请函 希望他能担任 司法部门的闪判长 但您也知道 他虽是一位忠厚淳朴的人 却有着异兽会的体制 且与中庭关系深厚 因此 我想把司法部的第二把交易给您 由您来制衡 尊敬的黄沙百战长老 很高兴又有与您共事的机会了 宽敞奢华的书房里 傅清阳坐在电脑前 修长的食指快速击见 清脆的琵琶声连绵不绝 时间是10月8号 原始天尊回归临近的第五天 几天里 傅清阳积极参与两大部门的组建 势必攻亲 费请忘食 似乎在用工作来麻醉自己 久老名义上要参与其中 辅助他组建司法 监督两大部门 但对九位巅峰主宰来说 不阻挠便已是对盟主的尊重 好在傅清阳能力强 且有一群训练有素 业务能力突出的白虎位 他们加班加点地收集 退出五行盟的成员名单 按照对方的性格 安排在不同的岗位 而长老级的位置 则由傅清阳亲自挑选 审判会上公开宣布 退出五行盟的四长老是首选目标 其次是那些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长老 然后是蔡秦克派系的长老 这些长老如今已是无主之臣 正好收入麾下 不然傅清阳很难和九老抗衡 等到两大部门结构稳定了 他会慢慢挖掘九老派系成员 在傅清阳的部门蓝图中 两大部门的成员以土怪和赤后为主 赤后敏锐擅长调查 土怪朴实正职 最适合充当内部执法人员 邻军和黄太极也被他拉拢过来了 考虑到花公子容易被适应贿赂 便将他安排在司法部门 黄太极稳重正职 安排在调查部 值得一提 最近两天 论坛风气180度大转弯 在总部发布盟主决定 把司法部门和调查部门独立出来 由傅清阳组建的公告后 各大分布的基层行者 可谓欢呼如废 在他们看来 这是盟主的态度 是对九老的不满和削弱 这符合基层行者的愿望和期待 傅清阳一跃成为五行盟最亮的仔 获得了大批拥戴者 大家把对原始天尊的崇拜和惋惜 转嫁到了他身上 写完最后一封邀请函 傅清阳合上电脑 离开了书房 他踩着纯手工的白色皮靴 来到隔壁的机关术公司总部 学士们如火如荼地拧住螺丝 一架架机关造物批量诞生 总裁办公室里 夏侯傲天把腿搭在书桌 身子重量放在椅背 昂起头望着天花板发呆 他这样多久了 傅清阳看向白虎卫里 调过来的保安 那白虎卫叹了口气 审判会结束后就这样了 半死不活的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看不到耍火宝 工作都无趣了傅清阳沉默不语 看来原始的死 对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打击很大 也不奇怪 这家伙以前的生活状态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离群所居 心理上的 他对夏侯家并没有太大的归属感 反而是这群一起创业 夏副本的年轻人 让他感觉到了伙伴和朋友的意义 而小团队的核心 无疑是原始天尊 傅清阳走进办公室 敲了敲办公桌 咚咚 夏侯傲天转动眸子 逆他一眼 什么事 人一旦摆烂 咸鱼 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 有种无我无物的超然姿态 替我向夏侯家主借一件算卦的道具 主宰级的 今日借今日还傅清阳说 哦 夏侯傲天应了一声 开始闭目养神 傅清阳一言不发地离开 来到了原始的小户型别墅 客厅里 傅雪慵懒地靠在沙发 闭着眼睛 享受着兔女郎的按摩 但她的眉头始终是皱着的 凝住愁容 谢灵溪回归谢家 以后不会再来了 羽王则在房间里 身居简出 默默消化着悲伤 但傅清阳真正担心的是 关雅 失去了人生中第一个男人 且是挚爱之人的表姐 这几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既不喝水也不吃饭 与世隔绝 不靠谱了一辈子的傅雪 最近难得靠谱了一回 不打扰 不安慰 默默守着女儿 她还没出来 傅清阳居高临下的俯视姑姑 傅雪睁开眼 挥手让兔女郎退下 叹息道 让她自己待着吧 我刚跟你姑父离婚的时候 不也是这个状态 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生活一片灰暗 傅清阳冷冷道 可我记得你没多久 就去外面睡小心肉了 傅雪怂怂间 所以啊 世上帅哥这么多 终归有人能给你带来快乐 人不是为了爱情活着 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味剂 搞钱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傅清阳突然倒 你现在回去 豹米勒家族的大腿还来得及 傅雪翻了个白眼 我的资产都在机关公司 豹米勒家大腿有什么意义 哎 关雅这丫头性子死绝 原始回归临近了 没几年 她是走不出阴影的 而且我现在也管不了她了 她都五级了 她表面很平静 但傅清阳看得出来 姑姑对那个年轻人的死 深感惋惜和失落 傅雪端起养生茶喝了一口 说说你吧 你和九老是彻底撕破脸了 削了人家三分之二的权利 这可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就不怕他们搞暗杀 比如 把傅清阳的行踪 信息 出卖给邪恶阵营的主宰 这类操作在天罚属于常规操作 九级以下 来了送死 傅清阳淡淡地留下这句话 转身离去 走出小院 摸出手机又拨通了赵承皇的电话 承皇 替我向你太爷借一件关心道具 主宰集的 好 赵承皇一口印下来 下午四点 夏侯傲天让白虎卫送来了一件八卦罗盘 关心道具则是由赵承皇亲自送过来 晚上八点抵达松海 傅清阳收起两件道具 独自来到别墅天台 他在黄纸符背面写下 复活原始天尊的概率 贴在了八卦罗盘的边缘 好音乐宾馆 走廊尽头的大套房里 一身红裙的纸杀公主 坐在梳妆台前 束手捏着木书 哼着轻快的歌谣 优雅的书头 叮 摆在桌面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放下数字 拿起手机查看信息 傅清阳 电话会议 链接发明 纸杀公主嘴角勾起 打开聊天软件 先同意了傅清阳的好友申请 接着收到对方发来的链接 他点击链接 手机界面跳转到电话会议 纸杀公主按住麦克风 轻笑道 你终于来找我了 比我想象的要晚了两天 泽泽 原始天尊的死 对你打击这么大吗 既让你变得如此迟钝 傅清阳没有理会他的调侃 头像亮起麦克风标志 稍等 还有一个人西北戈壁 兵主教 黄土和砖块搭建的平方里 魔眼天王喝得伶仃大醉 兵主教退出京城后 蛊惑之妖们开始了连续两天两夜的狂欢 虽然此战损失惨重 但五行盟的损失更大 内部险些分裂 九老消全 审判会结束至今 共牺牲十二位主宰 让三大组织深感恐惧的原始天尊 也回归了临近 整个五行盟 就像那个经常迷路的剑豪 削了一刀又一刀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不用担心五行盟的搜查和抓捕 只有魔眼天王一个人 默默地回到住处 关上门独自饮酒 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 酒不醉人 人自醉 叮咚 手机响了一下 魔眼天王睁开心松的醉眼 定睛看去 我是父亲羊 加一下好友 讨论怎么复活原始天尊 魔眼天王瞬间清醒了 这一刻 他听见了自己狂乱的心跳 听见了血管里血液的咆哮 肾上腺素疯狂分泌 没有任何犹豫 他复制手机号 添加了对方好友 父亲羊旋即发来一串链接 魔眼甚至没考虑过 这是不是陷阱 直接点击 手机界面跳转到线上会议室 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头像为白色西装自拍照的父亲羊 一个是红色长裙戴银色面具的女子 另一个就是卡通三眼童子头像 魔眼刚上线 便听见红裙子女子吃的一笑 幼稚的头像 父亲羊则淡淡道 合作愉快 只有魔眼能听懂他的意思 兵主将能抓住九老 盟主 门主不在现实的间隙 出兵齐袭京城 正是因为有父亲羊这个内影 魔眼天王没有理会两人的话 迅速取出隔音道具 这才迫不及待到 你能复活原始天尊 怎么复活 父亲羊 如果你敢骗我 我会亲自去松海撕了你 他的等级虽然没有提升 但蛊惑之眼蜕变了 强如恐惧天王 被蛊惑之眼盯上 也会难受的灵力失控 受到巨大的削弱 高等级都这样 同等级或低等级临进行者 基本瞪一眼就能送回临进 魔眼的蛊惑之眼 就如父亲羊的记近乎道 都是能乱杀同级临进行者的神迹 父亲羊头像亮起麦克风 语气不变 永远的淡然 出家的母神子宫 能复活王者 哪怕形神俱灭 魔眼天王一枪热血 瞬间冷却 沉生道 母神子宫的使用条件是 必须有血缘亲人献剂 必须在生前留下富含灵力的 数量足够的鲜血 血肉 原始天尊的父母如果健在 我可以把他们抓来西北 但富含灵力的鲜血 如何获取 他刚说完 便见红裙女子的麦克风亮起 唯有一句原始天尊的血肉分身 魔眼天王再次听见了自己狂乱的心跳 他按住麦克风 真 真的 只杀公主问一声 我可以把那句分身送过来 问题是 西北式兵主教的地盘 有四大天王镇守 原始天尊复活在狼窝里 风险太高 而且修罗虽然沉睡 但他这个级别的强者 据点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感知之中 你最好想办法把母神子宫带出兵主教父亲阳插了一句 今晚召集两位 就是为了商量具体细节 我已经提前用观星 补挂道具算过 复活原始天尊的行动会很顺利 但毕竟涉及到兵主教的高层 结果可能不太准确意外地靠谱 魔眼天王听后 心中大定 说道 恐惧天王整天乱跑 向往自由的他不会让自己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 至于修罗 他不会管的 于他而言 我等都是蝼蚁 原始天尊是蝼蚁中的蝼蚁 你会关心一个蝼蚁的复活 他甚至懒得拒绝蝼蚁 原始天尊虽是邪恶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 可这是相对主宰 圣者而言 半神并不在乎原始天尊的死活 何况是修罗 这位半神中的至强者 银月 鬼刀和灭绝呢 父亲阳问 魔眼天王晨阴几秒 道 把他们诱出西北就是 银月的父母年轻时偷渡到自由联邦 被囚禁在农场当了一辈子的奴隶 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 有人说他是奴隶 他自诩人格自由 没人能当自己的主人 连修罗都敢骂 对付他 只要打个电话 说下见奴隶生的剑种 滚过来受死 他就会丧失理智 过来找你拼命 不错的主意 父亲阳点点头 急于肯定答复 魔眼天王继续道 至于鬼刀就更简单了 发一份占帖 他就会应战那灭绝天王呢 纸杀公主问 魔眼天王想了想 灭绝试杀成性 三天不沾血便浑身难受 明天正是第三天 我只要告诉他 最近有一小股军队潜入西北 他就会兴奋地冲过去 父亲阳和纸杀公主 一时沉默 他们最头疼的 就是如何在狼窝里复活原始天尊 并在修罗和各大天王的眼皮子底下 从容而退 没想到就这么解决了 果然 有内应就是好 第六百四十六章 意料之中地变故 次日 中午十一点半 广袤无垠的西北戈壁 黄中带红的裸颜 起起伏伏 连绵到天边 某处隐蔽的沙丘后 几从矮小的缩缩树 无精打采地接受着太阳的炙口 额禅运动头戴的魔眼天王 踩着松软贫瘠荒芜的大底 绕到沙丘后 看见了藏在沙丘阴影里的 纸沙公主和傅青阳 魔眼天王扫过 前公子前进整洁的白色皮靴 又扫过纸沙公主洁净的裙摆 嘴角勾起露出危险的笑容 我有跟你们说过吧 戈壁上空 有兵主教训练的猎鹰巡逻 机动车 飞机都会被他们看到 你俩把我的话大耳边疯 如果耽误了原始天尊的复活 我让你俩陪葬 傅青阳冷冷道 传送过来的纸沙公主 朴包子 魔眼天王抢撑住说 呵 官方就是有钱 传送道具是我的 跟五行盟没关系 纸沙公主打开物品栏 抓出一件小巧玲珑 轻金锻造的铜壶 打开壶口 轻轻一抖 一具赤条条的身体 啪哒掉在沙丘 浑身沾满蛋精粘稠的液体 这些液体浸透到地表 坚硬的裸颜瞬间长出 一层层缩缩树 生命的气息凝绕在周遭 附近的几株骆驼刺速速抖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高了几公分 如此浓郁的生命原液 堪称极品 但魔眼天王和傅青阳的注意力 都不在这上面 他们目光发亮地 盯着原始天尊的分身 分身是以本体的精血 服役生命原液泥浆塑造 与本体一模一样 魔眼天王微微汗手 确实是它的气息 若非原始天尊 已经形神俱灭 这具肉身就可以作为 它复活的载体 对夜游神和幻术师来说 有这么一句 同源同宗的身躯 足以原地复活 接下来 双方进行了 必要物品的交换 魔眼得到 原始天尊的分身 羊皮卷 传送道具 而傅青阳得到了 鬼刀天王 银月神将的手机号码 午餐过后 银月神将照例来到 鬼刀天王的闭关地 向他下战贴 蛊惑之妖是战斗型职业 就像手续里的斥厚 战斗能力需要后天魔力 才会越来越强大 鬼刀天王的居所 是两间平房 一座小院 西北风大杀戟 玻璃是灰扑扑的 墙体和院门 也是灰扑扑的 鬼刀 出去打架 银月神将拍打院门 院子里传来 鬼刀天王不耐烦的声音 不去 鬼刀天王不太愿意 和银月打架 作为资深的八级远古战神 他只需七成功力 就能压制银月 八成功力便能杀之 在他看来 与银月战斗 完全是在陪练 而同为兵主教的主宰 又不能真的打开杀戒 不能杀戮 对蛊惑之妖来说 是一种变相的折磨 每次打到战役高昂时 他都得强忍杀意 这样的战斗 毫无意义 甚至是一种折磨 银月神将闻言 就想了想 魔眼如今脱胎换骨 等他一眼便废了 灭绝杀性深重 打出真火的话 连修罗都敢砍 何况是他 死在灭绝手里 就太冤了 恐惧天王的话 一个能与半神争锋的家伙 没什么好打的 思来想去 果然还是鬼刀 更适合做陪练 于是他抬起菩萨般的大手 对住院门 多按多按两下 吼道 鬼刀 老子是来下战贴的 不敢来就是耸弹 西北病夫话音落下 院内杀意沸腾 两扇木门 框一声炸裂 鬼刀天王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身高普通的中年人 相貌普通 皮肤有黑发亮 穿住深褐色的布衣 绑着小腿 完全是一副西北老汉的形象 但他背住一口 黑铁红刃的弯刀 双眼庞扶永远充斥着 高昂的战役 鬼刀天王斜眼道 老子今天打得你喊爸爸 银月神将针锋相对 喝道 这招对你可真好用 鬼刀天王已经把弯刀摘下 握在手中 别废话 握的刀已经饥渴难耐 银月神将正要说老地方 鬼刀天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 陌生人来电 号码归属的显示是松海 鬼刀天王接通电话 冷冷到 谁 他们用的都是最普通的电话卡 没有流量 没有包月 属于广告推销员都不屑一顾那种 电话那头传来同样冷淡的声音 我是傅青阳 鬼刀 我向你下战贴 用你的人头记起 有种就来 位置是兵主教圣山东南六十里 鬼刀天王双眼昼放光明 虎去一阵 澎湃的战役化作实质性的狂风 掀起地面的杀朔 银月神将按住鬼刀天王的肩膀 冷笑道 傅青阳 你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奸诈的时候 我们不会上当的他打算召唤训养的猎鹰 去探查一番 看傅青阳是否真在西北 银月神将在兵主教的位置 偏向管家 行政官 老妈子 四大天王各个都是人才 打架骁勇 但并不擅长治理帮派 银月神将不得不担负起兵主教的内务 奴隶生涯的精力让他很擅长忍耐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和事物 智商和情商都在线喷人的时候不算 嘲笑完傅青阳 银月神将转而看向鬼刀天王 吃笑道 还是那么容易中激将法 偶尔也要动动脑子 权衡一下利弊 不要是个人下占贴 你就硬 迟早被人算计死 这时 扬声器里再次传来傅青阳冷淡的声音 银月 你这个卑贱的奴隶所伤的箭种 来松海投靠我吧 我给你准备了金锄头 以后我来当你的主人草 银月神将头皮一炸 脸色瞬间胀红 埋藏在心里的伤疤被揭开 无穷无尽的怒火充斥胸膛 傅青阳的话 相当于把一盆屎泼在了他身上 污染了银月神将的身体和心灵 还有人格 幸福的 老子现在就过去砍了你 两位远古战神 长笑一声 双膝微躯 只听地面轰隆一沉 两道身影就像窜天猴似的 冲上云霄 圣山东南六十里处 父亲娘挂断手机 又拨通纸杀公主的手机 搞定 离圣山不远的沙丘后 纸杀公主取出完美人皮 套在身上 观想银月神将的模样 完美人皮迅速融化 附注在他皮肤表面 眨眼间 他便成为一名身高 接近两米的壮汉 大光头 高鼻梁 带着鼻环和唇环 他大大方方地朝住 不远处的圣山掠去 圣山脚下是一片灰扑扑的 西北风格的平房 他们沿着山体坐落 采用石块和黄泥砖混搭的方式 纸杀公主很快抵达圣山脚下的建筑群 目标明确地朝住灭绝天王的居所走去 沿途的蛊惑之妖 物主纷纷攻身招呼 纸杀公主有时高冷点头 有时破口大骂 批评叫众懒散 酗酒 被骂者战战兢兢 又司空见惯 无人察觉银月神将是一位冒牌货 终于 纸杀公主停在山腰处的一座院子门口 她自然而然地抬起手 粗暴地敲打院门 而请 院门打开 一个枯瘦的女人站在门里 目光阴冷地审视住纸杀公主 银月 你来我这里找死 女人声音尖锐 她很瘦小 脸色蜡黄 枯草般的头发披散 有着浓重的黑眼圈 眼球不满血丝 盯着人的时候 眼神充满恶意 像个长期睡眠不足 精神失常的妇人 我是来找你干活的 纸杀公主 其实丝毫不舒 问声问气道 猎鹰传回来信息 西南方向五十里 发现有一小股军队 鬼鬼祟祟的 可能是官方的侦察兵 你去处理一下 兵主教刚刚进攻京城 官方派遣侦察兵 刺探情报很正常 一听可以大肆杀戮 灭绝天王兴奋的甜甜嘴唇 他忽然一皱眉 狐疑地盯着纸杀公主 这些事 以前不都是你负责的 纸杀公主当即骂咧咧道 老子要和鬼刀打架 没空处理杂鱼 爱去不去 说完 他转身 一副我自己去处理的姿态 滚 别跟我抢乐子 灭绝天王冲出院子 身影一闪一失间 卷起一阵狂风 消失不见 纸杀公主则朝相反方向离去 待离开兵主教聚集地 他撕掉人皮 取出手机 给魔眼天王拨了个电话 搞定 你可以复活原始天尊了 但要切记 先放血 不要直接把他投入母神子宫 千万要记住这点 框 魔眼天王一脚踢开房门 背住一只麻袋 匆匆进入房间 再快速合上简落木门 房间里暗红色的血肉物质 如淤泥板铺满地板 中央 血肉物质高高堆积成山 一颗三米长的肉仓 半嵌入肉山中 肉仓和血肉物质间 连接着一根根青紫色的血管 整座肉山缓慢起伏 宛如搏动的心脏 魔眼天王取出匕首 划破覆盖在肉仓表面的膜 再把整张膜撕开 接着 他放下麻袋 把原始天尊拖出来 母神子宫只能复活一次 你以后要是再回归临近 神仙也就不了你了 说完 他拎起原始天尊 正要丢入肉仓 忽然想起指杀公主的告诫 要先放血 魔眼天王皱起眉头 在他看来 分身既是血肉 又是血清 完美地满足了激活 母神子宫的两项条件 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的放血 直接投入母神子宫 献祭掉便是 只杀公主反复强调的步骤 让他有些不解 突然 魔眼天王眼里金光一闪 他想到一种可能 直接把原始天尊 投入母神子宫 也许会复活其他人 省略掉放血步骤的话 等于把原始天尊 当血清献祭 复活归来的 会是原始天尊的血清 这家伙的血清 魔眼天王思索了几秒 便将此事暂时抛到脑后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复活原始天尊 是眼下最紧要的事 至于血清什么的 他既不在乎 也不是目前必须想清楚的问题 锋利的匕首 划破大腿出的动脉 烟红的 富含灵力的温热血液 鼓鼓冒出 小鼓小鼓地躺入肉仓 肉臂一阵蠕动 快速吸收着温热的血液 待肉仓吸收足够的血液 魔眼天王抓起 原始天尊的大粗腿 把他丢入仓内 同时一刀扎进分身的心脏 将其杀死 做完这一切 魔眼天王收刀后退 低声自语 复活吧 原始天尊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你 就太无趣了 我需要你和我携手 清洗肮脏的世界 他的目光热烈明亮 饱含期待 撕裂的肉膜迅速再生 覆盖肉仓表面 透过肉膜 魔眼天王看见仓内的分身 正被一点点的消化 吸收 这个过程持续了三分钟 成了魔眼天王大喜 巧守期盼 眉宇间飞扬的神采 彭扶是一位 等待孩子降临的年轻父亲 但就在这时 代表着母神子宫的肉仓 忽然弹出一条信息 无法复活 魔眼天王看住这条信息 一时间呆愣在原地 第647章复活 无法复活 规则类道具无法复活原始天尊 魔眼天王表情略显呆滞 这一瞬间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 巨大的失望和茫然涌上心头 玄机是深沉的怒火 那种绝境中看到曙光 却又被掐灭的怒火 为什么规则类道具 无法复活原始天尊 母神子宫是主宰及规则类道具 而且是接近半神品质的那种 整个月师职业 也就那么三四件 复活王者是规则 哪怕形神俱灭 有什么力量能压制母神子宫的规则 除非是因果类道具 魔眼天王一愣 因果类道具 不不不 这不可能 能压制母神子宫的因果类道具 位格高到难以想象 原始天尊 不可能接触到那种级别的道具 魔眼天王脑子乱糟糟的 无数念头浮起又沉默 这时 他看见母神子宫上方的信息 发生了变化 无法唤醒灵魂 无法唤醒灵魂 魔眼天王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尝试解读这条信息 但这很难 要解读信息 就必须明白母神子宫 复活王者的原理 但它是蛊惑之妖 嗜血狂暴的蛊惑之妖 灵魂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打电话给指杀公主 问问魔眼有些焦虑 三大天王是被诱骗出去的 鬼刀和音乐还好 有父亲羊拖住 灭绝天王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回来时 必定怒火滔天 若是让他发现原始天尊 在自家大本营悄咪咪的复活 一定不会介意杀官方的天才过过瘾 横身波折 魔眼天王刚摸出手机 瞥见那行信息又发生了变化 以复活成功 接着 肉舱表面的肉膜撑起 凸显出一只手掌轮廓 那只手掌撑破了肉膜 复活归来的张元清 如同撕裂胎衣的婴儿 从肉舱里坐起身 张元清从永恒的沉眠中苏醒 睁开眼 看见的是漆黑阴暗的密室 古老的球形灯泡散发昏黄的光芒 几米外世代运动头戴青年 阳光俊朗 又透着难言的血液 正是魔眼天王 你终于复活了 终于复活了魔眼天王 嘴角笑容扩大 神情愉悦到了极致 这样的世界才有意思 果然是这里张元清低声自语 嗓音嘶哑 然后 他望向魔眼 挤出一丝笑容 又见面了 多谢魔眼天王复活之恩 魔眼天王打量住他 心情愉悦地喝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我在《命运长河》中 看到过这一幕 张元清简单解释了一句 张元清对自己的复活是有预感的 当日受到周秘书的刺激 他心里便产生玉石俱焚的念头 然后就开始思考自己复活的可能性 他知道母神子宫能复活王者 更记得自己有一句被用分身 留在公主姐姐那里 母神子宫在兵主教 而兵主教里有魔眼天王 魔眼天王一定会复活他 这点张元清无比肯定 也就是说 他其实已经达成 使用母神子宫的条件 只剩下实施行动 当然 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他把自己的道具 分给了亲近的同伴 恋人 如果自己没能复活 也不至于让一身遗产 回归临近 当日小伙伴们探监时 他半个字都没提复活的事 是担心谈话被监听 灵感寺地底监牢 建在百年古术的根部 那株古术是会长的分身之一 他无法判断那位伴神是敌室友 便不敢把关于复活的想法说出来 就在刚才 他睁开看到室内景物时 就立刻明白 就魔眼脱离动物园 会获得巨大好处的关心启示 应验在了这里 如果那时候不救魔眼 他恐怕就无法复活了 命运早已给出启示 魔眼天王文言一愣 恍然大悟道 差点忘了你小子是新官 原来早就步了后手 知道自己能复活 呵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救你 我都说了 在命运长河中窥探到了未来 死傲娇张元清心理付费 嘴上却道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魔眼天王笑容顿时愉悦 回答满分 休息了片刻的张元清 恢复了些许体力 尝试着爬出肉仓 魔眼按住了他 居高临下的俯视 嘴角挑起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兵主教 第六位天王 恐惧已经请示过修罗 修罗同意了 这当然是骗他的 但魔眼确实想留下原始天尊 可怜的原始天尊 已经和官方决裂 除了加入兵主教 和他一起清洗世界 没有更好的选择 张元清挣扎了几下 没能成功 声音嘶哑地说道 滚蛋 老子死也不和你们为伍 放我离开 你嘴上说不与我们为伍 实际做事 比我还偏激 魔眼天王 吃笑一声 但还是松开了 原始天尊 他没有强求 原始天尊 一边取出羊皮卷 一边说道 这是纸杀公主 给你的传送道具 你先离开吧 灭绝差不多快回来了 对了 你复活的时候 母神子宫出了点状况 你最好问问 纸杀公主怎么回事 魔眼天王 把羊皮卷 丢到原始天尊怀里 似有所指道 你身上隐患很多 公主还是很贴心的嘛 知道我的道具 都作为遗产给出去了 亲自准备了传送道具 张原青接过道具 阅读物品信息 同时问道 什么隐患 传送玉侠 其实还躺在物品栏里 但火柴盒送给官雅了 没有火柴盒 就无法催生传送玉符 魔眼天王 便把母神子宫的两次卡壳 告诉了张原青 无法复活 无法唤醒灵魂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是怎么复活的 母神子宫处理了问题 还是张原青眉头渐渐皱起 走吧 灭绝回来了 魔眼天王 看向紧闭的窗户 他感应到 那个疯女子沸腾的杀鸡 显然 发现自己被耍猴 灭绝心情很不好 后会有期 张原青点点头 激活手里的羊皮卷 羊皮卷爆发出 墙上的白光 继而收缩 带着张原青 收缩成米粒大小 然后消散不见 魔眼天王 拨通只杀公主的手机 响了两声挂断 又以同样的方式 提醒了父亲羊 景屋一闪一世间 张原青传送到了 熟悉的卧室 关雅的卧室 房间里关着灯 窗帘紧拉 光线很暗 张原青一眼就看见 蜷缩在床上的关雅 以剑客的机名 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人 关雅是会立刻感知到的 但现在 他一动不动 呼吸平缓 精神波动 也趋于一种 没有起伏的平稳 像一块渐渐发霉生菌的奶酪 或一朵没有生气的纸花 关雅维持这个状态 已经很多天了 在经历过最初的撕心裂肺后 庞扶式自我保护机制启动 他放空了所有情绪 放空自我 一趟就是四五天 张原青走到床边 低声道 关雅解 感谢观看